高雄国宾饭店已经有40年历史 是老字号五星级饭店 不过现在传出即将熄灯 投入为老改建行列 最快两到三年内 就会被改建成饭店式豪宅 已经在15号跟建商签约了 消息一出外地游客和在地人 都觉得很可惜 还说要在饭店熄灯之前 再去光顾一次 高雄国宾大饭店 坐落在爱河旁边 至今有40年历史 与在地有神后情感 却传出即将走入历史 高雄国宾大饭店即将吹熄灯号 最快在这两到三年内 就会被改建成饭店式豪宅 国宾要熄灯了 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真的很可惜 几十年前的事了 我常客可惜了嘛 你们豪宅不是我们一般人 不只外地人在地人也好感伤 国宾大饭店是高雄老字号五星级饭店 建于西元1981年 占地面积2026平 地上21层楼地下三层楼 饭店餐饮包括荣获米其林一星的牛排馆 还有穿越合并的高级中餐厅 都是用餐聚会热门首选 决定席登饭店发出声明 面临国际连锁饭店进入高雄地区 竞争激烈 加上政府积极推动为老改建计划 将重新打造成饭店豪宅15号已经和建设公司签约 目前国宾饭店到年底前周末订房率几乎全满 平日也有七成订房率 想入住得把握机会 我要赶快叫我们那些伙伴再回来回忆一下 未来豪宅盖起来面向爱河高雄港警官 房众预估房价一坪至少四十万起跳 如果是以豪宅型大坪数一百坪来说 我觉得一定是四千万以上 国宾饭店即将转型变成豪宅 房众表示虽然可惜 但刚好趁着这波疫情顺势转型 也将危机化为转机 这次用来与高雄长报道